好的,我们还插这几行了,然后认真地把它完成 现在正好在反面啊,你知道这么高了吗? 加油啊,我们很快就会完成 基本上啊,我给大家讲完这个 怎样编织速度能够变得很快 以及你的这个帧数啊,是怎样无端增加的 基本上我把这个两个情况,这三个情况吧 都给大家讲完,我这个13厘米呢也就织完了 刚才我凉的时候呢,是织反针的这一面啊 所以我们尽量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正针这一面 就是马上要织正针了,这个时候再量 如果你织反针的这一面量的话,已经很接近这个要求的高度了 那么织反针这一面量的话,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如果要超过了的话,你还拆不成 难不成你还要拆吗? 如果是已经,已经到了的话,你是知还是不知呢? 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量的时候啊,都要在正针的那一面来完成 基本上,在那一面,再半是刚刚好够了 再半就是,哦,还差两行或者四行的样子 它们把这一行完成了啊 它们把这一行完成了啊 然后再完成一行,反针,再去量一下 我发现这个小狗狗的品种啊,真的是好多好多啊 光小狗的帽子啊,给大家设计的,我最少是已经知了三个剩两个 两个,加现在这个是三个了,已经设计两个了 一个就是那种叫豆牛犬的那种品种啊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哈士奇 再加上这个雪纳瑞,然后还打算给大家织一个那种 啊,黄颜色那种小狗狗 就像那个,沙皮狗那样的 看,它在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个的话,没关系给它拿下去就行了 这由于织针啊,它把这个绒毛给它硬尸生的扯下来一个 扯下就扯下来吧 它绒毛很多啊,也不会受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不用在意的啊 好,现在再量一下我们这个高度啊 底下是在零的位置,然后给它按住了 上边 哎,按住了,刚好哇,已经到了 13厘米,大家看了吗 看到它的位置了吗 刚好到这儿了啊,已经到了 13厘米了 而且,重要的一点是 必须要保证是正面向上 就是现在这一面啊,是直正正这一面 你看,这个别扣还在,对不对 好,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 好了,现在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分区 怎样分的区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帧数啊 我们的这个32帧 按照之前的各个小部分 然后给它用别扣 别住分开来 在4帧和8帧之间给它别一个别扣 两个8帧之间别一个 这两个8帧之间别一个 这两个,这两个一个4一个8之间 这些帧数之间别一下 明白了吗 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啊 把这一部分给它完成 看,找出这4帧来 大家能看清哈 1,2,3,4 好,直接把这个别扣啊 别在这个枝片的位置啊 一定要记住 不要别在任何一个针套上 而是别在枝片的位置 看,1,2,3,4 这个枝针 看,这个别扣是在这儿 它只是分割第4和第5之间啊 它不要,你不要给它扣在枝针上啊 这是更不对的啊 看,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别扣啊 的左边再数出8帧来 然后给它别上别扣 好,1,2,3,4,5,6,7,8 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依然要给它扣上一个别扣 看,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挨进这个中间连接管 它很细很容易就扣上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要往这个连接管上扣 看到了吗 近距离看 我们只在第2帧之间扣上一个 好,下边还是这样的啊 从这儿数 别扣的啊 这边啊,数 1,2,3,4,5,6,7,8 好,下面就来到这儿了啊 第4,4帧和8帧之间 我们直接在这头数就行 1,2,3,4 好,我们检查一下中间啊 一共多少帧 1,2,3,4,5,6,7,8 刚刚好8帧,对不对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的总帧数啊 已经分成了5份 看到了吗 有4个别扣把它分成了5份 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进行减帧了 减帧这个环节 之前大家都没有接触到啊 现在就要交给大家了 减帧形成的 是它的这个帽顶的部分 现在我们完成这部分呢 是帽子的身体的部分啊 帽顶部分的减帧 非常的有特点 而且是按照规律来的 怎样来呢 我们大家看啊 这一组的4帧 我们要给它减去1帧 每一组的每个别扣之间啊 每个别扣之间的都是8帧 我们给它减2帧 减2帧减2帧 这边这组4帧里边也减去1帧 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吧 也就是我们会按照刚刚说好的 这个规律给它进行减帧 你看它每一部分都是相对应着的 看到了吧 好 我们现在呢就来先减这个4帧啊 使它变成3帧 怎样减呢 你看 我们是这样减的啊 第一帧之 第二第三一起之 最后一帧单独之 好 它就变成3帧了 对不对 再说中间这一组啊 这一组一共是8帧 我们这8帧是怎样安排的减帧呢 大家看啊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 之 然后数啊 还剩下4帧 还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之 下面一组的8帧 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减帧手法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之 还剩下4帧 对不对 这4帧啊 还是之前这样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之 后边这8帧还是这样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之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一起之 最后剩下4帧 第一帧之 第二第三一起之 最后一帧单独之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现在就按照 刚刚说好的这个方法 来把它的帧数减好 大家和我们一起啊 好我们开始啊 看 边上这4帧 第一帧之 第二第三 穿在一起 两个帧套穿一起 给它织成一帧 然后把两个帧套同时退下 最后一帧 最后一帧单独之 好 现在看你上面所有的帧数 多少帧呢 1 2 3 这是4帧 现在更好减去了一帧 变成了3帧 好了 我们再说中间这一组8帧啊 大家看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 下边还剩4帧啊 第一帧 之 第二帧 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这一组8帧 原来啊 现在还剩下多少帧了 两个帧套之间是它所有的帧数 我们数 1 2 3 4 5 6 它已经有原来的8帧 变成现在的6帧了 好 下一组也依然让它啊 由8帧变成6帧 第一帧之 第二帧 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 这一组还剩下4帧 第一帧 之 第二帧 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了 下边啊 依然是 这8帧跟刚刚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着8帧是否剩下6帧啊 我们来数两个别扣之间 1 2 3 4 5 6 好 刚好是6帧啊 下一组的8帧和刚刚一样的 第一帧 之 第二帧 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 下边 第一帧之 第二帧之 第三第四 一起之 好 再次数一下啊 两个别扣之间 1 2 3 4 5 6 好了 最后的这四帧 第一帧之 第二第三 一起之 重新之啊 没之好 好 最后一帧 单独之 好了 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简针啊 你的所有的帧数 也由原来的32帧 现在大家去数吧 看看是多少帧啊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教程当中啊 和大家一起公布这个答案啊 3 7